欢迎收看健康有方 我是阿娥 今天要跟很多妇女朋友 一起来聊聊我们妹妹的问题 妹妹要漂亮 妹妹要健康 那你要多关心她 但是妹妹很害羞 常常不太敢表达 或者是她的表达是 只有一点点讯息 那你不一定可以接受得到 或者她给了你很大量的讯息 你又不太去理她 那我们这些资深的美女 就是要知道一下 有些感染的问题要小心 那年轻的女孩 更有一些成长当中 必须要知道的 爱护自己的方法 必须在节目当中来了解一下 我们今天就来聊聊妹妹的问题 邀请到我们现场 好多漂亮的妹妹 先来介绍我们的贵宾 首先介绍是我们的妇产科医师 郭安妮 郭医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接下来介绍是知名的中医师 我们大家的好朋友 吴明珠 吴医师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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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吴医师 还有郭医师会告诉大家 中西医各有不同的看法 那这位真的是漂亮美眉 你不要看她这么美丽 我告诉你她只是好看头而已 欢迎知名的艺人江永祺 哈喽 大家好 我叫徐有其表 来到拍聊聊 整个拍聊聊 好真正的 但是我相信永祺还是有她独到的地方 因为其实我觉得 你的气色看起来是很好的 是啊 没有啦 化妆啦 这个就是典型的 要告诉我们很多的妇女朋友 尤其包括我们家里面的女孩子 小孩在长大的过程里面 也要提醒说 有很多自己的私密处的照顾 是 然后你必须要花一点脑筋告诉她 那我们以前都觉得 这件事情要很婉转婉转 哎呦 转太久了以后 小朋友听不懂 所以我们今天会清楚明白 但是不要让大家觉得说 好像听不懂 我们就从永祺的经验来讲一讲 生理期来的时候 对很多女性朋友来讲 都有那么一点点不方便 其实生理期对我来讲 老实说没什么影响 那就一年才来一次 你太夸张了 所以根本 什么惊痛 我可能了不起一年痛一次这样子 但是我一痛就会很恐怖 会在地上打滚那种 甚至于要打那种止痛的 就是手术的那种止痛针 对 然后反正就血流不止 而且我可以血流到那种一个多月 就是常常这样 然后再来就是 应该说 我的私密处很容易很容易的感染 对 但我不知道有没有跟我 跟镜头 有可能 有可能 但是很奇怪的 光他讲一年才来那么一回 就表示他跟他的妹妹都不太熟 这样子 对 他就是久久来一次这样 然后来一次又滴滴答答 对 这样正常吗 一般我们正常的月经是28天加减7 就是21天到35天这个范围是正常的 是 那像永齐这个就是有点问题的 要检查 那每一次 对 那每一次月经来的量大概是2到7天 一个礼拜内我们一般都是会结束 所以他滴滴答答一个月 这个也不太对 一个月 而且我一定要比如说要再去诊所 或是去医院要打针或吃药 对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觉得 我的MC是正常 因为有超过一年多 然后来一次 然后我那时候就有看一些资料 就写有的人有年经济经 你是伤脑经 真的是伤脑经 而且你没有规则性 对 完全没有规则 你刚刚说的那个年经济经 他们至少都有就是一定的规则性 你完全没有 你有的时候比较紧张 你可能就半年来一次 或者四个月 或者是超级压力 打考试什么的 你可能就一年 或者一年都没来 所以你比较属于 我觉得比较属于那种多囊性软潮 是 我检查出来是有这样的问题 果然你看 就是有问题的嘛 要不然正常不会这样子 对不对 所以每一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也就是说你在月经来的时候 你的反应也会不同 有很多人都说 月经是一个检视自己最好的时机 那每个人症状都不一样 那我们先带大家来检视一下 每一位朋友在你的金钱 就月经来之前 你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 我们这里请郭医师做了一些分类 是不是跟大家解说一下 请大家对号入座一下 看你是哪一种的 来 郭医师 我们金钱之后 请就是在月经要来之前 那有些女生会有一些 比较特殊的状况 那比如是像A型的焦虑型的 它可能是磁气素的浓度 相对比较偏高 它就比较容易像是月经来之前 它会紧张易怒 这个我们宁床上蛮常看到的就是 男朋友带女朋友过来 说医生这个每一个 每一个月都有固定时间在跟我吵架 还有你可以看你们周边的同事 他本来平常可能是一个田姐儿 可是他每一个月有固定时间 就会突然间歇斯底里 有变成另外一个人 那可能就是属于焦虑 大姨妈来了 对 我跟你讲 这种人千万不要惹 因为他就是瞬间的 对 然后你们更不能用话 刺激我们这样的姐妹们 比如说大姨妈来了 然后你就心里就火大 要想现在是什么意思 对 你是什么意思 好 这个就是属于A型焦虑型的 对 好 OK 再来呢 那C型的话就是试吃型的 你看他月经要来之前 可能同事一包一包巧克力 放着一直吃一直吃 都一直想吃东西 它是一个试吃型的 很爱吃东西 好 那D型的是忧郁型的 突然每一天都会准时上班 突然间突然间就迟到不来了 他会一直在家里嗜睡 而且动不动 比如老板骂一下下 以前都还蛮坚强的 一点点挑剔一下下 就哭得不得了 那这个肯定是属于忧郁型的 那H型的话就是多水 因为进来之前 你可以觉得这个同事 怎么突然肿起来了 甚至他也会乳房肿胀 这都是我们金钱的 症候群的四大类 但是大部分临床上面的 他通常不会就是单独的 很多人都是合并的 对 大概那个焦虑型 会跟试吃的会在一起 对 因为觉得他变脸 同时都会一直吃东西 对 那又有水肿 这通常智慧临床上 会是一个合并的症状 我们基本上觉得月经要来的时候 大概会有人闷闷的啦 对 头痛痛的啦 胸部up up up的啦 就觉得说好脏喔 脏脏脏的 那个其实很不舒服 因为碰都会痛喔 那身为女人真的不容易 要感谢妈妈耶 如果不是为了子宫的保养 要生小孩的话 女人干嘛受这么多的苦啊 但是我刚刚有特别提到 月经来的时候 其实是你观察自己 最好的一个方法 所以有一些人会提醒说 每个月当你月经来潮的时候 你要留意一下色责的变化啦 然后看一下它的量啦 分 还是各种的跟你自己比啦 那是不是这样子的方式 可以来判断 我自己身体健康的状况 也可以做一个自我的觉察呢 贵是 我们月经的量每一次来 大概是35cc 没有很多喔 所以每一次月经来的量 有80cc就很容易贫血 那贫血女生可能就是脸色苍白 然后走一走路或爬楼梯 就会很喘 那月经的量一般我们是 比如说你白天会用到夜用型的 就是量太多 那如果说用普通型的 一般我们是说 平常白天的时候两个小时会满 会满的状况 你换卫生棉 这就是量太大的状况 另外的话 你的月经有出现那种猪血糕 这都是量大的 太壮的那种 猪血糕 就是看起来就是黑黑暗暗的 尤其是你 因为它的体质的话 我们叫气质血浴的 然后又有你看 你通常不来对不对 可是你一来的时候 你发现四个全部出来 而且有症会很易怒 而且又很爱喝水 然后又会下半身 因为它一年少不好才来一次 所以下半身的肿胀 非常的厉害 所以如果说不知道 它是动人形的 会以为它是什么 长了什么肿瘤 或者是肌腺症 因为会痛痛的打轨 但是有的很多会合并有这个东西 在中间在看这个金钱症候群的时候 也跟这个就是西医方面 有一种焦虑或者试吃 忧郁 甚至于这种水肿的这种状态 但是它就会把它跟五脏六腑来分类 所以你这个部分就一种干预气质 加上肾阴虚 肾阳虚 因为就会很紧张 很焦虑 然后金钱的时候就特别爱吃 我们叫胃热 你就觉得吃下去 好像永远没有饱的感觉 无底洞 无底洞 就试吃 所以它其实有点合并症状在一起 对 今天特别和很多姐妹们一起聊到了妇科的问题 真的不是只有女生要了解 我觉得男生也要了解 因为你的亲密爱人在身边 你要照顾他 才能够持续的健康美丽 但是有些方法要学 来 我们有机会让大家把这本书带回去 跟着郭安妮聪明杨子宫 要美就美 要不痛就不痛 这本书会在健康友方的脸书粉丝页里面 告诉大家怎么样可以拿到这本书 但这句话你看 要痛就不痛 真的假的 我看到很多的女生身体起来的时候 都要吃止痛药 对 然后你看刚永迪还说 痛到会打滚 对 那更麻烦的是很多的女生 到了夏天又热又闷的时候 很多那个私密处的问题就会出来 所以那个不舒服 其实是困扰了很多人 郭医师是不是看到很多女生 都觉得这个难以启齿 但真的很困扰 对啊 我们临床上面门诊 就是有很多阴道不舒服的来求诊 对 那不舒服的部分 他们一开始我们像阴道分泌物多的时候 我们通常是会做内诊的动作嘛 好 那这边的话可以稍微解释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的 这是我们的女性的性器官的部分 这是我们的小阴唇 那这个是我们的阴道 进去的部分会有子宫颈 那这个是我们的子宫跟两边的卵巢 那阴道的上面的话是有一个属于膀胱的地方 下面是属于职场的地方 那这个阴道就是我们做功课 跟另外的就是生宝颈的地方的一个出道 那不舒服的地方大概就是我们小阴唇跟阴道的部分 那内诊的时候呢 我们一般医生 妇产科医师我们会先请他上内诊台 对 我们先看他的外面小阴唇的部分 看有没有长一些凸起物啊 是 什么湿疹啊 那就是 湿疹会藏在我们的阴帽的部分 你会看到有一些小小的虫会动 好 湿疹 小小的虫会动 对 对 但另外他抱怨他的私密分泌物多 我们除了是用看 我们还要闻 还要闻 对 忽然就觉得傅展哥医师 那闻那个气味 有的有那个 什么鱿鱼味啊 发酵的 一般我们是说那个鱼心味 鱼心味 对 它就是你打开来 你会闻到有点像那个菜市场鱼心的味道 它可能就是一个细菌性的感染 那分泌物会有点黄黄绿绿的 对 那如果说它是一个念住菌的感染 你可以看到它的外因骨可能是一个红肿 是 然后甚至会有气死状的分泌物 这个都是异常 那我们除了看有没有破皮 有没有长一些凸起物 凸起物有时候就是 比如说我们说的菜花 或是一些小水泡 泡疹 这个我们都可以从内疹的部分 去做一个检查 但我们会在看阴道 有没有什么异物 比如说有破皮或是分泌物 还有子宫颈有没有弥腊 或是有长一些 我们每次都会 那个看诊的时候都嘛 先去比如说郭医师那边 然后我就说 阿姨 那个 我跟你说 我说有没有特殊的味道 他说 你来行的 就有那个味道 有的时候他自己说不上来 说鱼腥胃嘛 他说是有鱼腻 他说都不像 反正就有个怪味 但是看的时候 我们当然一定会把脉 强调说 你这个体质 因为可能在郭医师那边 已经扣完半年 或者三个月 到了这个副长跟医生 都会觉得说 你这个免疫力也太差了 一天到晚再发炎 是 这个是到时候我们要 这个就是免疫力 你知道就像有的人说 莫名其妙 我才感冒过 没多久怎么又感冒 私密处常常也是会这样 反复反复 勇气其实也有这样的经验 因为其实像 比如说我的私密处 真的很容易感染 而且包括 你一定不相信 我只要去泡个温泉 惨了 隔天一定要去医院 而且这个人又 你懂吗 要去妇产科 然后要跟医生讲说 我的症状是怎样 如果好死不死 是男生 你知道 进去的那一剎 想说好 是男生 就算一打开 又是个年轻人 又长得不错 你就 就很难以其次 然后呢 这位小姐 医师他们已经很忍耐了 他会跟你讲说 我 我越人无数 所以你不用在意 对 可是我会很尴尬 你自己觉得不好意思 然后为了要化你这个尴尬 我还会跟医生 聊天 然后 好死不死那种 护士有时候认出你来的时候 我就好好开始 就为了要缓和自己的情绪 还跟他故意聊剧情 对 然后 听说还有护士 知道是永齐 欸 我跟你讲 你们的剧情发展 后来是怎么样 对对对 然后 这个很好聊吗 我躺在诊疗室里面 可是我就OK欸 我觉得很好聊 有些是因为我觉得 好快分散注意力 对 但其实我就会像 为什么说我很容易感染 比如说除了泡温泉 还有泡澡 再者是如果我感冒的话 就我曾经有感冒 然后想说为什么私密处就是 一直很不舒服 就我就去看了妇产科 医生就问了我一句话 他说你是不是最近有感冒 我说你 哇 你怎么那么厉害 你是 到底是妇产科 对 还是你是那一科 他就说没有 因为我们如果说 抵抗力比较差的话 就非常非常容易 呼吸到感染 然后下面也会感染 他们就说这样是有关理 所以其实那这样 我们如果饮食上 有的人重口味吃麻辣火锅 吃点重口味 所以 吴医师他那分泌物的味道 就会比一般又更不一样了 没错 我们这中医的这个 就是跟食物 跟我们的体质有关系 所以有的时候你的发现 其实从前面就开始了 像刚刚龟师有提到 就是这个筋血 那像你跟我 你刚刚那个 像月娥说的 吃的都是喜欢吃重口味 尤其冬天 哪个麻辣都吃个病鬼 甚至于还要吃一些麻油鸡 甚至于还要加酒 对不对 他吃了以后觉得身体很温暖 可是吃一吃呢 这个部分 如果是湿热体质的 那湿烈酒就是说 常常都会这样发炎 口干舌燥 那动不动呢 就会就是我们一般说的 不是上厕所不大好 就是上厕所呢 一下子拉肚的 这一类的都比较属于 发炎湿热体质的 那以这个现代医学讲就是 那你的肠胃的这个 益生菌比较不好 那个脾胃这个 那脾湿的这个病人 那如果你又吃了这些 又湿加热 就湿热 那就开始 发炎的发炎 或者是分泌比较多 分泌特别会有重口 重的那个味道 所以你也感不感那么闷闷的 常常会连那个 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妹妹外面 这个地方也比较容易 就有点点红红的 那还有像刚刚有期 你不是常常那个 月进来的时候就滴滴答答 低了一整个月吗 那这个卫生棉在用的时候 它也是一个负担跟刺激 对不对 而且你知道卫生棉 它有分棉质跟不支部 像我那么容易感染的 我只能适合用那个棉质 就是反而不支部惨了 你的移用会发炎的更严重 对 所以通常我们在看 它的分泌物 在调这个分泌物的时候 调体质的时候 除了辨明是湿热体质 比如说像泳琪 sometimes是这样 可是有时候 你是比较气虚的 比较累的时候 你的气血 你的精血来的时候 那个量跟颜色 又会不是黑的 又是比较淡红的 或者是说一下子黑 然后后面就不来 或者是说我们有些 还要从这些发现 有一些潜在的 就是肌瘤体质 它前面来来来 然后后面 到后面不见了 到后面就爬 又跑出来了 我们就会怀疑说 这个东西 可能有一点有肌瘤的状态 或者有席肉 或者滴滴答答滴很久 甚至有些是滴滴滴 大小大小 到最后又很多 这个我们就会发现 它其实有一些是有这种 肌瘤跟肌线症的一个体质 对 夏天到了 今天要介绍一款 让你美美的糖水哦 爱美的女生千万不能错过了 这套糖水叫做 雪耳红枣玉米糖水 那怎么说它可以让你美美的呢 我们的食材用了雪耳 红枣枸杞以及玉米 那把这些所有的食材一起熬煮 只要熬40分钟就可以把它焦纸熬出来哦 那不管是在家里的家庭主妇啦 或者是上班族的你 在家熬好了之后 随时随地可以拿它出来吃一下 每天一晚保证呢 让你水水亮亮的 那最主要添加了玉米呢 玉米可以让你力量烧水肿 那爱美的女生夏天是必备的嘛 那还有雪耳这边 它可以让我们润肤 让你保持美白抗皱 那红枣可以养血 所以呢在夏天 这款糖水是不是不能错过呢 好 今天在节目当中讲了很多子宫的保养 包括生理期对自己的了解 这本书有机会送给大家 赶快上健康友方按个赞 然后我们会有题目问你 答对的就有机会可以拿得到 那其实穴道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们可以有很多运用的地方 今天讲到妇科嘛 这是金秋开心的杂志 生活爱健康 那里面就特别提到了月经失调 要有什么位置可以去调理 那还有很多痠痛疲劳 你可以多了解一下 还是很重要 还有健康友方在里面 要用对方法 那最后我们请吴医师来告诉大家 如果你经常有一些白带 穴位其实是可以辅助一下的 我们今天是带了一个内服跟外用的 是 那我们其实在提到这个穴道 其实很简单 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个三阴礁 那三阴礁在哪边 就是我们这样 大母哥这边叫内怀 这边不是有个根 我们这样摸起来才有一个突出来的 这个内怀山三寸的地方 我们叫三阴礁 那为什么叫三阴礁 大家都知道 它就是皮筋 肝筋 肾筋 所以刚刚提到 这个常常容易感染的这个部分 我们就要从皮筋 肝筋 肾筋 一方面收敛我们的这个 就是皮脏的这个收湿的程度 就是把这个湿度把它什么 练起来 把气给它氧起来 但还有就是不要太紧张 那有些地方 太紧张除了三阴礁之外 我们还会用一些穴道 就是在我们的脚这个地方 脚这个地方在哪呢 就大母哥二母弟的地方 这个叫太冲穴 那太冲穴就是我们穿这个 夹脚拖的地方 一点五寸的地方 那有时候你一点五寸在哪里 很简单 你摸上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有个骨缝 对 有个三角地带凹下去的地方 对 骨头的缝隙那间中间 酸酸的 再上来一点 那如果你觉得常常感染的话 还有一个比较特效的穴道 就是离沟 所以摄影叫小腿内侧 小腿内侧五寸的地方 通常四个指幅是三寸 然后再两个 所以大概就五只手指头 再多一只 大概就是六 六只的地方 那大概就是小腿肚跟这个 摸下去的时候 脏脏酸酸的地方 这个叫离沟穴 也是属于皮筋的穴道 但是它对于那种痒 这个穴道 特别的豆磅 学会了以后 我们还有饮料要来告诉大家 什么饮料呢 中医其实有很多的药材 可以健脾去湿 那我们怎么样 呵护你的妹妹更给力呢 吴医师给了这个厨方 我们可以来试喝一下 里面有什么成分 它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们四神汤的家味 你看里面有三药 然后还有就是土福林 土福林就是健脾去湿 就是出那种 有点湿热的 会痒的这个部分 它也可以拿来泡 那我们旁边的柴虎 柴虎 干净的也可以清热解毒 那仓竹呢 它很多仓竹放在一起 很像我们那个臭脚丫的味道 是哦 还好你加了这么多 因为还有橙皮 生姜 红枣 所以这个味道 它就是在去这些湿热 可是吃起来 你绝对没有 那个臭脚丫的味道 我觉得很好喝 还不错喝 那里面有橙皮 生姜 红枣 就是可以调整 我们的免疫力之外 可以腺皮去湿 所以不要以为 我阴道有问题 我这个白带有问题才好吃 没有 平常就是在保养的 那如果你错过 没关系在脸书上 我会PO在上面 大家可以看清楚一点 所以我们请郭医师来提醒大家 如果说我们的私密处 特别是妹妹 有一些照顾上面 那西医其实会有些提醒的 一般如果说 你分泌屋多想要用护垫 一般我们会建议 两个小时就要更换 我都叫小朋友不要用护垫 最好是不要用 最好不要用 宁可换一下底裤 对 像现在最近天气比较冷 然后有时候下雨 那内裤的部分就是一定要干 像有些住宿舍的小朋友 他们内裤洗完 没有红杆有时候 亮不干啊 很潮湿 用那个吹风机把它吃一下 吹风机 对 一定要是用干的 OK 好 要不就是那个 有些那个底部 OK 好 好 然后尽量不要穿紧身裤 像我们宁床上很多就是 女生辣妹没办法 好 一定要紧身裤 才有身材 但是他们就是 常常来找我的那个族裙 好 然后另外不要熬夜 那你这样讲 是不是要穿定制裤的更要小心 哦 都会卡 卡 你这没讲完 你外面穿紧身裤 可是内裤一定要棉的啊 OK 要尽量保持通风 要尽量保持通风 那有时候可能为了上节目嘛 那下节目 我们就是尽量换裙子通风 快 放松一点 可是要不要穿牛仔裤 你知道我之前 有医生有跟我讲过说 万一啊 就是私密处很容易感染的人 就是内裤拿去煮 煮 煞菌喔 对 他们说煮一煮 然后再赶快拿去晒 哎呀 换一件啦 换一件啦 但我们内裤如果说 用了半年到一年以上 会建议就换一草食的 半年一年就要换吗 对啊 我都 有的讲究的 资料都一直松掉了 那个 没有了 我们的资料蛮不错的 穿到有感情耶 但是重点是 观察你自己 我们刚讲了很多都是 观察你自己 如果你的抵抗力OK 因为事实上很多疾病 也不会找上你 但是私密处有些时候 我们是不好意思启齿 所以说 聪明的养子公方法 我们透过郭医师的这本书 有机会送给大家 麻烦你好好的保养自己 这个讯息我会迫在 我们健康友方的粉丝页 赶快上脸书按讚 有机会把这本书 可以带给大家 要再次谢谢我们的姐妹们 关心我们的妹妹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以前我去看妇产课的时候 我真的会先洗完 或是该清洗的清洗一番的 没有 郭医师刚刚想说原汁原味来 原汁原味来 你懂吗 因为想说大家可以 没洗过的话 我们比较难 可以做整段 就跟我们看那个舌头一样 你把它每次要去刷刷刷 我们就看不到